确实帮到家里 这个救急的 这个一定有 真的是 那时候通过那个地收入户的资格 因为听说通过地收入户资格 也不是这么的容易 是 对 然后就有一些学校的有补助 有奖学金 有助学金 那时候都去申请 我觉得阿诚比较难得的是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你从大学开始 你就很努力拼命的到处打工赚钱 同学可能玩乐的时间 你都可以愿意拿来打好几份工 对对 那时候就可能他们出去玩 我是就可能那一天 我可能下课之后下午我就先就出去了 就可能就出学校去打工了 你做过什么 我以前高中毕业 那一个时候我就去接了一个警卫 我去当警卫 你高中毕业就可以接警卫 对 你开学了就是接一些领工 活动 学校餐厅 还有学校的工赌 它有外面的 比如说外面附近的餐厅 可能我学校课余时间是校内打工 那下课之后有校外打工 就变成所有可以填满时间上来得及的 都全都做 对 如果假日的话 有外面的打工就再去 对 那所有的钱都拿来都交给妈妈 对 除了自己生活费必须之外 家里 家里 三个就拿回家 所以你后来还为了能够多赚一点钱 还跟同学跟朋友一起创过业 对 那时候有做服饰 先开服饰店 那时候朋友开服饰店 那我是因为跟他很好 然后我走过去帮他 顺便也是有赚钱这样子 对 可是那时候 应该说运气也不好吧 那时候是开在士林那里 可是那时候是很外围的外围 电珠贵却没有人潮 后来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个店的位置 或者是资金不够 口袋不够深 所以我收掉 收掉之后 就一直在想看有什么有没有赚钱的方法 后来就转网拍这样子 又做网拍 对对对 那其他 当然其他时间还是有在接其他的打工 一些工作活动 还是继续都在接 所以你曾经网拍的时候 还引起过什么样纠纷 有时候客人你卖寄东西出去 我现在因为很方便有 便利商店的宅配 可是他到了之后 他可能客人完全忘记 他买过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没有收 因为他是到付货到付款 我就可能 我可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就有一堆退回来的货 可是我的运费已经付出去了 我鞋子的钱也已经付出去了 那我是怎么办 我那时候就有亏了蛮多的钱 因为这种状况 这有一种风险 有风险 就是那个成本的考量 没有考虑到那个状况 他买完不认 但是你的成本已经出去了 我已经出去了 对 是 退伍之后当然就是 又是马不停蹄的 对因为那时候 因为接了很多工作 也认识很多 应该说贵人 是帮忙我 以前因为我有接 应该说我有接在这个圈子的工作 这样子 演艺圈的工作 就是工赌生之类的 节目的工赌生 就幕后的工赌生 对 但那时候很幸运是说 比如说我可能在意外的地方 可能结束到一个工作 那我做了这份工作之后 那个人就介绍我到第二份工作去 是 对 然后介绍到第二份工作去之后 又再介绍到第三份 第四份这样子 都有衔接上 就是没有空港 所以做了一个 变成人家介绍另外一个 对 又到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你就一直尖是不是 对 所以好像周一做到中日 对 这样工赌生收入可以有多少 有三以上 有三万 以上 以上 就是满的话 如果全满的话 所以后来你一直觉得当工赌生 也不是办法 然后有不错的公司 要来找正式的员工 有 推荐你去 但是结果怎么 原本有一份职缺 想找我去 他说好啊 可以的话 我当然就是很愿意去 这样子 可是后来就是在问 因为他们公司可能有一些 一些人事上的配置 结果等了很久 大概有两三个月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就是一个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就 感觉这个 错过了这个机会 有点可惜 后来又有一个公司要招聘 后来又有 后来又有一个 一个前辈找我 是 然后去那些公司之后 原本有谈到一个薪水 是可以让我 就是不用再接工读的状况 可是那时候进去之后 才因为说 我因为资历的关系 我没有一个真正的资历 比如说做过什么工作 做过什么 经历过什么一些公司 我都是我打工的经验 做开店的经验 没有一个真实的资历 就被砍薪了 而且还砍蛮多的 砍薪水 原本谈好的价码就被砍 大砍 原本谈多少钱 有三 三万以上 对 那会砍多少 砍到 二 二十 快到二十二K 快到二十 那 那比你打工可以做三万 对 后来就 然后就也只能拒绝了 就很不好意思 也离开了 就放弃这一份工作 可是后再收回人 那个是 所以他很难 他虽然有贵人要帮助他找工作 可能比较稳定 但对他来讲 一千块两千块 那个差别 那个差别就已经关乎到家里面 爸爸生病 生活费 弟弟妹学费 这真的很为难 要不然其实 我会觉得累积 那所谓的资历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 那个取舍之间 自己有时候牙一咬 要闯过去 真的是 不容易 这一块钱 这压死英雄好汉 真的 我觉得阿诚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也是希望求助于老师 给一些建议 我们先请尤夫老师 老师 你看一下阿诚这个面相 对他的工作运势 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阻碍 今年几岁啊 今年几岁 27岁 27 你看起来像37 这位阿诚 他像47 对 他真的是帅哥耶 你看 你会发现他讲话很诚恳 真的很好耶 所以长得不错 而且最重要 一个男人 你看他的头发 扶须都这么浓 表示他精力旺盛 身体好 他也是很man 对 很man 但是 但是我讲真的 我会有点看不清楚他的脸 因为觉得他的毛 毛髮好多 所以他毛髮多 精力旺盛 然后倒过来现在 我对他意见最多的 大概也是讲这个毛髮 好 我列出三大点他的毛髮 第一个 他上面的这个所谓的符 没有 而是虚很多 他山羊符是很多 这叫做有关无路 什么叫有关无路 路是什么 路就是收获嘛 有的有饭吃嘛 有关无路又叫空亡 什么叫空亡 就是你的努力最后 不成比例的收获的白忙的一场 空亡 空掉 老多少货 老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劳多少货 货 劳多少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刚才跟小饼一样 他的鬓毛太长了 鬓毛不可以过命门 你已经过到这个 命门给倒不开 命门在哪里 耳朵前面就在命门这边 那超过 他已经整个遮住 遮到耳朵下来了 命门就是说在耳朵一半的位置 对不对 基本上一半还可以接受 他不能超过一半 这边都是最好要修掉 超过一半我们叫行客多 或者一生的挫折多 他这一不小心 就整个像圣诞老公公 这样就接起来了 除非你是很大的主持人 或者你是艺术家 这个我们没有话讲 一般人不可以的 好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最大问题是他的命宫 命宫就是两个眉毛之间叫印堂 印堂命宫竟然整个交到那个 皱在一起 你们好多的杂毛 命宫不开 你诸事不顺 诸事包括事业 婚姻 钱财都不顺 所以这个不管你有没有讲 这个一定要把它 退运 替开 退运 这印堂一定要开来 老师那个指幅要多几 差不多 以男人来讲两指差不多 还有一点他的牙齿好像缺了 是掉下来的 上门牙 对 之前摔车 以前摔车 撞断的 摔车 对 摔车 赶着打工摔车 没有 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摔车 撞断 你看吧 你就好好打工就好 就想说 11天跟朋友出去玩乐一下 然后 老师先讲到缺牙对男人来说很伤 它是漏气漏财 所以通常你说这万一这个意外掉了 或者撞断了 你赶快要补 要修补起来 因为这是漏气之后 那还有男人讲这个也叫文昌 这是内学堂 也是代表文昌 也是啦 你说贵人想要提拔你说 这人长得 这女生长得好漂亮 介绍你一个好工作 就一笑 缺一个门牙回家 你真的很难对不对 什么工作都 对 给它感觉不好 老师 那它这个眉毛 它第一个一定是这个眉毛一定要开 一定要提 来 我这边有准备了 来 我这有 你不够 我个人本身也是退硬 不然也是 也是会接起来的 这个可能常常修 就不容易长出来了 你坐着好 如果说这个真的要拔 因为那个位置是要不但剃 最好你能够拔 我先用快速 不然一直长 我先用快速的方法 帮你 掀开 比较轻的 好专业的样子 应该会修 有 它平常在新公园 有一个龙树巷 它会有一个小凳子坐在那边 我还会搬屏 是 开了 你看 心情也开了 看到你多舒服 激励 好多了 来… 小病 你不用动 好 我们先看长怎么样 好 终于看清楚了 好清爽喔 好清爽 这差好多喔 感觉是另外一个人 有 有 有 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了 有 有 有 你才可以开了 你就是要保持像这样子的宽幅 然后自己常常拔它或修它 老师那你说 其实第二个就是这一个 并毛 命门 差不多耳朵的一半为标准 哇靠 这把刀整个修命了 你修完就立刻变成程志远 这个 够不够 够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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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啦 到那个小耳朵软骨的位置 就差不多有一半了 赌丁的手法厉害 这样子 对啊 好 我们对照一下 你看你另外一边 真的 有开运的感觉 这边有像上班族 这边有像流浪汉了 对 有没有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整个清爽了起来 是 哎哟 下面 这个 你要不要让它自己来 这个你自己踢得到吗 踢得到 哇 那 可以 刮盲还是刮盲的 好大的声音喔 所以你建议年轻人最好不要留这些东西 对啊 哇 你真的很闷耶 你很适合拍刮胡刀的广告 没有 嘴唇下的那个 那一点 对 吃一个也不要留 对 那个香小玉呗 好 先这样子 要维持喔 要永远这样维持喔 好 先这样 好 先这样 你看 你变年轻人 你赢了 脱胎换腐 重新做人 真的 还有 再去就牙齿了 牙齿 对 就目前还在做矫正这样 先做人矫正 然后再把它补起来 对 好 很好 是 很好吃 那什么叫做 那我们现在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 廖一华老师帮阿诚算一下 他的工作运什么时候会变好 他要怎么样才可以赚到钱 我们帮阿诚批完这个批文 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第一 首先批出来是 乾坤遥相能相应 六亲无助定自强 所谓的乾坤 乾为父 坤为母 所以父母亲对你来讲呢 是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帮助的 然后六亲无助 包括你的周到的亲戚朋友 都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帮助 所以你凡事到靠自己 所以必定靠自己自强 然后再来我们讲到 命数好财正犯空 所谓的空就是 刚刚洪老师讲的空王 也就是说你的财运落入空王 目前的财运 就算你再怎么努力 你赚到了钱 得财 田囊又化工 钱进来了 他还是都有露出去 所以你是财来财去 并不是说你没有这个能力赚钱 那我们要怎么样 让你把钱留住 就是第一点 你的方向对不对 第二点 你的贵人在哪里 好 我们来看你的事业方面 龙困潜流 南展步 目前你的工作方向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你适合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看喔 看第二句 代时彭飞万里程 是 其实未来是很有发展的 只是第一 你实际 这一点你实际还没有到 因为实际没有到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撞 你撞不出一条路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喔 莫贤受尽脚奔波 你一定要跑来跑去 所以呢 不是说留快递之类的吗 而是你应该去从事业务性质的工作 对啦 往外发展 只要是任何 只要做办公室的工作 你都待不住 对 然后来虎月份智任翱翔 我们看到这个虎 并不是你的生肖 因为你属龙嘛 属龙 我们刚刚是看你的生肖属龙 这个虎呢 是看到你虎年 你有机会能够跳高 能够跨越目前这样子 入不敷出的状况 那虎年看到的就是你的 36岁这一年 整个情势会反转 再更后面 我看到你更好的是 你在46岁的时候 你可以一飞冲天 我们讲说任翱翔是一飞冲天 所以你未来是无可限量 但是你必须要找对你的方向 然后再来 我们看喔 找对方向 除了你的工作方向之外 你的贵人在哪里 你的贵人 使走 鸡蹄 好过关 贵人是属猪 属鸡 属猪 属猪属鸡的是你的贵人 是 然后另外一点喔 无缘却是有缘人 这个无缘跟有缘 这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你的贵人名字里面有个人 但是 名字里面有个人 不是他们全部都是你的贵人 当中还是要注意 一半一半 但是你要留意名字中有人的人 有贵人也有小人 所以另外再帮你批出一句 前程尽有吹嘘客 这个吹嘘客 跟我们前面的脚奔波 一样 你要往业务去进行 去做业务 业务性的工作 对你来讲一定有帮助 然后 碧海晴天去幼环 因为刚刚讲说你乾坤 乾坤难相应 所以你要走坤方 因为你跟父亲的缘分是比较弱的 然后所以你在坤方的那个 对你来讲比较有帮助 那你的坤方就是在这里 所以 对 所以你的贵人再往下长 名字里面有王的 名字里面有日的 对你来讲都是你的贵人 这中间会有小人出现 你必须要防过他 你这个一飞从天才会飞得又高又圆 那我相信你之后一定会很好 好 来 接下来这一题 帮大家问一下玉佩老师 在今年哪些子温密格的人 有机会可以赚进大把的钞票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叫做正财运超强的人 是要看哪里呢 看这颗心 连真心 其实在指挥面盘每个人都有 但是弱的位置不一样 就不见得会中到 一定要在影 所以小饼的位置刚好就是 吻合我们所说的 好棒 正财运超强 这是所谓正财运超强 也就是说你今年能赚大把的钞票 不是叫你去跟合赌节比 不是比不过他的 跟自己比 跟你去年比 跟你前年比 你今年的收入会很多 对你来讲就是大把钞票 大概就是工作稳定 因为你工作稳定 所以你收入稳定 也就是说你通告很多 或是说你的通告费增加 也是像这样的情形 还有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 今年经营非常非常顺遂 订单一大堆 你的机器24小时都要在运作 钞票就来了 然后还有一种人就是 他有多重的收入来源 就好像说阿诚来讲 他打工 打很多工 而且这终点费都还算是蛮高的 至少就是收入增加了 第二个叫做财在益箱 这个是要看什么呢 还是一样要看连针 还要加上一颗天象在紫的位置 那什么叫做财在益箱 也就是说有几种信息 第一个 公司外派你 到大陆也好 到美国也好 到日本也好 通常外派出去的人 薪水都是搭不上的 所以请就增加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今年如果说 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你很适合就是到外地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做网拍的人 他常常日本 韩国 这样去批货 批回来 会因为你这样批货 你批回来的东西 生意特别的好 赚进来大把钞票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当异地有好的工作机会的时候 你心里不要再想 哎哟 舍不得老婆 舍不得孩子 说放不下这 放不下那 当你有所牵绊的时候 你的钱财 你就跟他隔绝了 因为你吻合这个条件 就是你要往外地去跑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组合 这个叫做 你的偏财或是你的投资运很好 这个是要看 在哪里呢 平常你如果是有 买股票基金的话 今年你稍微做一些功课 你就财源滚滚了 或是你买卖不动产呢 今年在获利上面是非常丰富的 总之这三个组合就是这样 让你在今年赚进大把的钞票 让大家做参考 谢谢老师 接着呢 请由傅老师 帮大家做一个测字的占卜 我们就来赚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方面的运势可以大丰收 好 大丰收 你要死鬼推磨 好 我们就用这四个字当字面 请现场贵宾跟观众朋友 你一起来选 推 好 施小姐 是 好 小饼 我想推 好啊 那我磨好了 好 预配老师 好吧 那我也推 你也推 我选死 死 对 敢要鬼 鬼给我 好 我们从前往后开讲 先从死的 死的是施小姐曾经存选的 工作顺利更上层楼 好 那方面大丰收呢 恭喜施小姐 很棒 工作运势大丰收 90分 好 漂亮 好 其实是鬼的 鬼的 你注意看 这个字并不坏 你看等一下出现的 都是不错的 是赌铃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 也是这个字的话是 情人魅力百般销魂 你看 要这种魅力就是要鬼 销魂也是要鬼 所以是感情运势大丰收 80分 有销魂 先看一下这个墨 注意看 这个墨告诉你已经是很麻烦了 真的可能会有点麻烦 过关 答案是 麻烦不断 破财耗损 这个又是 下面的10就是破的开始 上面是麻烦 所以很抱歉 暂时一个月了 暂时没有就20分 好 当然顺下一个就是100分的 这个是李老师 阿诚跟小秉选的 答案是 投资精准 收获丰盛 当然是钱财方面 100分 掌声鼓勵 你看看 你看看 好 今天要谢谢三位老师 也要同时祝福我们三位来宾 都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加油了 好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一节 请准备收看 蜜蜜好玩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微爱明天5月23号 新座运势到底如何 趕快提醒你 有三个新座运势非常旺盛 在这边要恭喜你了 首先要恭喜巨蟹座的 蜜蜜座的朋友才运哼痛 而且偏财手气也不赖 蜜蜜座的朋友也不错 如果是签一些合约 或是订单的话 都会相当的顺利 而摩羯座的朋友更是好运当头 尤其在居家各方面 都如你所愿 不过三星座运势稍微弱一点 这就要留意了 牡羊座的朋友 特别要小心身体健康的状况 金蜜座的朋友 要特别小心容易花大钱 而处女座的朋友 更是要特别注意 在感情上容易得罪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 蜜蜜座的信息数字和颜色 在那边提醒你 紅香朋友是灰色系 最佳数字是8 圖香朋友是银色系 最佳数字是6 風香朋友是橘色系 最佳数字是6 而水香信用朋友是黄色系 最佳信息数字是7 的